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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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在静坐前我先要问你 昨天我给你功课了 叫你静坐想一想 假如你现在断气的话 你会放不下什么 至于昨天放的 峨眉山乐山大佛的电影 明天礼拜六跟礼拜天 入场的时候我会再放一遍 因为有些佛友没有看到 有些佛友也是看得很感动 说师父我可不可以多看几遍 当然可以免费 free no charge 好 先问一下 你昨天或是这几天 在静坐的时候 想叫若现断断气 最不放下老公跟老婆的请举手 要诚实 观世音菩萨在面前 不要害怕 没有成佛之前 大家都没有圆满 我再问一遍 你觉得你断气的时候 你最不放下你的老公跟老婆的请举手 没有半个啊 不可能吧 好那今天大家都出家 我再问一遍 你觉得你断气的时候 最放不下老公跟老婆的请举手 好你看 现在有人举了 举高一点 不要怕 可能其他有其他层楼 我没看到 没有错 我们台语跟潮州话讲 的确 人是怕孤单的 出家的功德 其中一样就是要远离家人 因为要斩断你的情职 第二个 你觉得我现在断气 反正老公跟老婆比我早走 我放不下 这是我儿子女儿 孙子的请举手 比较多 对 那你说师父怎么办 那假如你了解了佛法空性 你说师父一切都是假的 可是我的孙子就是真的 每天这样活蹦乱票 那怎么算孙子是假的呢 好待会我会解释 接下来第三个 你觉得你最放不下 你的银行的财产跟存款的请举手 你往生的时候 放不下政府组屋的也请举手 好 好手放下 你放心 我不会问你的银行账户的 好 第四个 你放不下你最真爱的东西 包含人事物 比如说 你要很欲作的 观世音菩萨的项链 或是爸爸妈妈留给你的钻戒 或是老公跟老婆结婚给你的钻戒 也就是说 你放不下外在的这些金银珠宝的请举手 还是大家本来就没有金银珠宝 所以根本不用放 有有有几位 对 小心不要被人家打奖 打抢 好 那还有人呢 会放不下什么呢 可能放不下这一生他没有做完的心愿 比如说人老的时候会觉得 哎呀 我就一直很想去菩提家业朝圣 结果一断气的时候觉得我这一生没有去的 很可惜 假如你心中还有一些世间跟初世间的愿望 你觉得临终的时候你放不下的 你愿望没有达成的请举手 各种愿望 好好手放下 那针对这一点是 哎有一个人呢 每一次都举的 那假如你的愿望没有放下的话 师父就建议你 你应该在有生之年 发愿 存够钱 做你想做的事情 当然不要做违反五戒十善的事 帮助众生的事 举方说 有些人觉得说 哎呀 我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老夫老妻了 希望五十年的 这社会的 这个结婚纪念日 很想要去 所谓欧洲的威尼斯度假 那就去啊 那就赶快去啊 不然到时候临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前阿弥陀佛 问你 你是要去威尼斯 还是去极乐世界呢 那你能说 等一下吗 阿弥陀佛 我会先去一下威尼斯 然后再来你 这里呢 你会心中去执着跟挣扎的 现在 今天教你共修 静坐的时候想 我为什么会有这些 放不下 放不下的到底是什么 是外在的东西呢 还是我心中的一些的期待呢 你去看你的念头 这样静坐 好 请关灯 每一个人都要练习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最难放下的 你会说 我最难放下 是我的臭皮囊 我这个身体 对不对 我昨天不是有说一个故事吗 对不对 我搭捷运的时候 一个女生在我面前 这样化妆吗 对不对 他最放不下的是 自己的臭皮囊 好 背挺直 身体放松 大家礼拜五 今天工作也很辛苦了 先把身心放松 心静下来 不要眼睛全壁 你可以打开一半 看自己的念头 你问 我现在放不下什么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我放不下呢 好 结束了 轻轻的眼睛 轻轻的扎一扎 身体慢慢的放松 好 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这牵涉到 我们修行是要破除我们的执着 要看得破放得下 但看得破跟放得下 不是嘴巴讲讲 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 从前有一个禅宗的老和尚 他每天都在禅堂里打坐 他打坐的时候非常的精进 可是他打坐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远方的妈妈 因为他是独自出家的 所以他妈妈很舍不得他 虽然他出家了 但是呢 很多年 他的妈妈呢 每一年都会请人呢 隔壁的人 因为他妈妈不是字 他妈妈用讲的 隔壁的亲居 邻居呢 帮他用文字写 就送一封信来 每一年 他都啊 会收一到一封信 他会告诉他家里状况怎么样 然后他多么想念他的儿子 刚开始看了第一封跟第二封以后 到了第三封呢 这个老和尚呢 就不看了 就把信每次都塞在普团底下 然后呢 就这样 年复一年 每一年都来一封信 第三封以后他就没看了 因为他大概知道 他妈妈讲什么 讲来讲去就是 鸭 我很想你 很想你啊 你当时要回来啊 就是说 儿子啊 你哪时候呢 我非常想念你 想念你 然后呢 你哪时候回来 那这位诸家人呢 其实他很有善根 因为他听闻到佛法 很精进的休息 他知道 我若不往这一关去突破呢 轮回还是很苦的 所以到第三封信 他就把他塞了普团 然后呢 第四封信 来了又放爱普团 他日以继夜的打坐 春夏秋冬 昼夜如一日的一样 精进在打坐 结果呢 过了十年以后 十封信以后 突然没有信了 他也觉得很奇怪 他就讲 今年没有信 没关系 我继续在打坐 就打坐来到了 第十一年的时候 他突然就开悟了 开悟以后就看到了 过去与现在来未来 他知道 为什么没有信呢 原来他妈妈过世了 开悟的时候才知道 然后他就把普团的信 拿出来再看 他才知道 他妈妈讲了一生 很多他的事 到那最后的时候 他说他妈妈跟他讲 儿啊 你再不回来 我已经病了 很重很重了 可是那时候呢 他流眼泪了 他说还好 当时我没有看 假如我看的话 我可能就开不了悟了 后来 他知道妈妈过世以后 当然他开了悟以后 就要广度众生 第一个就回到他的家乡去 为什么呢 做为妈妈做超度大法会 因为他是一个开悟的圣者 所以他有神通 看到过去现在未来 然后呢 他看到他妈妈在地狱里受苦 因为妈妈过去没有善根 也不学佛法 也不听经 也不做功德 所以一生呢 也造了很多恶业 杀鸡 杀鸭 杀鱼 所以呢 他觉得很可怜 妈妈在地狱 可是他有神通 看到他就集合了很多的出家人 一起做法会 前程为他诵经 然后诵经的那一刹那 在回上那一天呢 他就看到妈妈呢 坐着莲花 然后呢 往天上去了 然后呢 妈妈就合掌说 儿子啊 我非常感谢你 虽然我当时舍不得你出家 可是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出家的功德是这么大 因为你出家的戒定会功德 所以我本来要到地狱受苦的 你却可以把我度到天上来 他说我非常的感恩你 他说妈妈你升到天上 天上有弥勒菩萨 希望你跟他学习佛法 将来我们还会再见的 然后他妈妈就消失了 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的都故意到你说 其实在家出家都要用功修行 修行不是在表面上 听闻佛法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呢 你好好去思维 让我很真诚的说 纵使在座的很多位法师也是这样 出了家也要放得下自己的庙 出了家也要放下自己的信徒 出了家也要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要出家只是换汤不换药 举个例子 向我是很惭愧的 我学佛今年第26年 对 25年前我听到佛法我想出家 可是我的妈妈是舍不得我 为什么 因为我是长子 我还是长孙呢 全家族的人 我出家的时候 表弟表妹 外公外婆 阿姨舅舅 乃至于我一贯到的点传师 通通跑到庙里来 跟我讲 你脑筋坏了吗 然后我的 叔公是一贯到的点传师 我跟他辩论 我说我有一个条件 我跟你辩论 如果我辩输了 我就回去 做一贯到点传师 但我变赢了 你们全部要合掌 欢喜心让我出家 那答案 当然是我变赢的啦 因为佛法讲无我嘛 我一定是变赢的 对不对 可是我妈妈那时候 真的舍不得我 真的舍不得 因为她从小教育我 栽培我 所以天下父母心 我很能了解的 所以各位你知道 有时候我现在 看到小朋友很可爱 其实我以前也很可爱的 对不对 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想到 哎呀 我的妈妈 也为我吃尽了天下的苦 所以小的时候 你看 是妈妈牵着你 妈咪 妈咪 等着我 等到老的时候 妈越来越老 对不对 或者你要牵着你的妈妈 牵着你的爸爸 所以佛陀说 供养父母的恩德 懂同与共同佛陀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出家人 要远离自己的家呢 她要斩断内心 对亲人的留恋 与执着 当时我妈妈 真的很舍不得我 她说了一句话 你出家 我跳楼 我跟她说 你不给我出家 我跳楼 想清楚你没儿子的 师父的口才不错 然后他就遇到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是净空老法师 他就说 净空老法师 我有个问题请教你 释迦牟尼佛都先结婚 生子 然后成家立业 最后出家 那他都世出世间都圆满 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先成家呢 先结婚啊 先好好的读书啊 将来做教育部长啊 我学教育的 然后最后老年再出家嘛 这样不是世出世间都很圆满吗 我妈妈口才很好啊 可是呢 老和尚功力比他更好 他说没错 佛陀是这样 可是你儿子不是佛 还是赶快来剃头吧 所以你要学习佛法 你才知道生命很可贵 能够发心出家的人是很有善根 但是我要提醒 不管是在家即使或出家众 出了家 要心真正远离五欲六成 不要出了家又有一个庙 那不叫出家 叫搬家 出了家 你本来是要选离车 结果开始收徒弟啦 然后收了很多信徒呢 收的你的家比你原来还大呀 所以这样子 只是人天善法 你内心里还是不能解脱的 对不对 当然师徒之间要有缘分 可是假如你出了家 还想去拉很多的信徒 属于你所有的 你想要控制你徒弟的心 或控制你信徒的心 答案你要忏悔 你没有远离真正佛陀讲 出家成为僧宝的真正的功德 僧宝 什么叫僧宝 是僧又是宝 他要有戒定会的功德 你若没有戒定会的功德 虽然你只有出 穿出家的衣服 已经很难得了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 还有出家 不要到去道路攀缘 我要给你结结缘 结什么缘呢 要结清净的法缘 出了家要好好的学习佛法 出了家要认真的修行 出了家随缘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在新加坡我看到很多佛友 都非常喜欢行大乘佛教 很好 度众生很重要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问题 急着度众生 有目的的度众生 有条件式的度众生 这个不是菩萨道 假如现在人家朋友给你钱 你愿意度他吗 你应该还是不要放弃他 佛法不要只是你面前 通通的看得圆圆的 这是什么呢 圆圆的就是钱与钱 什么都讲钱 那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 没有钱的人一样可以挣阿罗汉果的 所以出了家要度众生 要有这个菩提心愿 但是你问 假如你没有真正的认真学习佛法 又没有认真修行 你拿什么东西度众生啊 不要被众生度走了就不错了 举个例子 各位现在外面就是什么 最清楚的 get long 你去走一圈吧 一个帅哥 一个美女呢 尤其是辣妹就把你度走了 是不是 所以你度众生之前 你自己先要有界定会的功夫 所以 我知道新加坡政府的政策 都把很多寺庙 如是道三家在这边 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成佛 我们都很多的烦恼 假如你不能调伏自己 烦恼假如你不能调伏 不要说在家出家 半夜都会跳出门去找业障的 是吗 对不对 所以 希望要发愿度众生 但不要急着度众生 不要有目的的度众生 不要有条件式的度众生 这个是不容易的 这是今天我所要先提醒各位的 好 现在请看经文 翻开讲义三十六页 请开中间的白色的灯好吗 因为大家需要看讲义 好 请看 三十六页 第二十五行 几二 神便破除邪见 好 今天我要讲外道邪见 请专心听 那这个今天的经文 从三十六页到三十七页 三十七页讲断了以后 我就开始讲 好 以观世音菩萨过去利益众生的缘 我们怎么样发愿找到好的善知识 或是金刚证的上师 这是我会补充的 好 在还没有讲经之前 请看万灯片 这是山西省崇善寺的三大事 从右边是千波文书 我们很少看到文书菩萨有一千只手 因为文书菩萨是过去 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老师 一千只手 每一只手上面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上面有一尊光中化佛 所以你要看右边文书代表大智 波的智慧 中间大家知道千手观音 大悲观音菩萨 慈悲心法门 左边右面是圆圈的 是代表法界 是普贤王菩萨 代表怨恨 我为什么要一直放这张照片呢 是告诉你 真正修观音法门的时候 要先修智慧 慈悲慈悲不是烂慈悲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在新加坡地铁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马来人或印度人跟你要钱 你要给他吗 当然你注意听 这有两个解释或三个解释 第一你会说 哎呀师父众生都有佛性吗 对的反正我就布施给他 很好你的心是对的 但是第二种人呢 你怎么知道他拿了你的钱以后 做什么呢 假如他去买毒品 或是买药 或拿去赌博 请问你要给他钱吗 各位你睡着了 要不要给他钱 我想大半都会摇头 为什么 你虽然给他钱 你帮助他去做坏事啊 所以你有没有功德 答案是你没有更高的智慧 第三个 那呢 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智慧去判断啊 那假如你真的要帮助他 的话呢 也有人跟我说 师父真不失不怕碰到假和尚 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假的和尚就不值得你去恭敬 你为什么还要供养他呢 一个如理如法 受过三坛大戒的 才是真正的比丘比丘尼啊 他是假的和尚 你为什么要不顾示他 你要把那个钱拿去 就医疗基金 就小朋友 新加坡可能大家都很有福报 比较少的孤儿院 在其他很多国家 像台湾就很多孤儿院 现在我们不叫孤儿院 因为孤儿很难听 叫育幼院 你为什么不去帮弱势团体呢 孤儿院 育幼院 养老院 慈善基金呢 对不对 还有全世界有弱势团体啊 所以你宁愿把钱真正监到 真正呢 生性因果 而且为众生做事的地方 好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佛教都喜欢放生 注意听 注意听 我没有说放生不好 我先讲清楚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佛教徒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大家都喜欢去放动物 可是都不救人 不救你家里的小孩 你不救那些被性侵害的小孩 或家庭暴力的小孩 你想想看我们佛教为什么要放生 第一个因为你觉得病痛多 佛陀说杀生多得多病跟短命的果报 好 那现在我就要改我多病跟短命的恶业的果报 好 我要放生 可是问题是我看很多人放生 只是为了自己做功德而已 你还是满足你的我 老板啊 明天十五 带三千只鸟来 我问你 你要是鸟的话 你愿意被放吗 你要想一想 那佛教徒一抓一放 你知道死掉多少吗 先不要坐新加坡 新加坡管得比较远 你知道我去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 我听说明天十五 佛教徒放生 佛教徒在上游放 马来人在下游抓呀 你说你有功德嘛 可不可以要想一想 不要介意 今天心脏要好一点 真的要有智慧 对不对 你放生是很好 所以我公开鼓励过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病痛很多 业力很强 你想要放生 应该要有智慧 第一 你呀 先应该做医疗基金 不管佛教 基督教 圈主教 全世界的人 你都可以去兼医疗基金 你才会有功德 你会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年轻人 做工作很辛苦 你看今天礼拜五 很多人呢 还没有下班 为什么 年轻都用命啊 拼命拼命赚钱 老的时候呢 拼了老命 用钱啊 来还命啊 今天 哎呀我得到cancer 那个燕窝 好 一千新币 五百新币 我买了 你就是怕死啊 想自己活下去啊 是不是呢 好 现在有个问题 放生是很好 没有错 你跟终生结缘 那请问 现在有动物跟人 当然两个都要救 请问 两个要二选一的时候 你要救哪一个 答案应该先救人 人有善根 你有没有看过狗会念 普贤行愿品的啊 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应该先救人 因为人有善根 人可以听闻佛法 人可以帮助众生 当然我没有说狗不要救 注意听 我说如果两个只选一个 你的财力够 你应该先救人 所以你应该去捐教育基金 医疗基金 那才是现代有智慧的放生 而不是算 我今天呢 放多少条鱼 不是不可以 鱼有鱼的业力 那他过世了呢 你也可以念佛 你很大悲咒祝福他 可是呢 我看到有些佛友 那你家里的孩子要读书 你怎么不支持他呢 你的亲朋好友 要念书 你怎么不鼓励他呢 对不对 可能大家有些人呢 宁愿拿钱去拿 赌场 这样丢 看看呢 有没有中 那你为什么 不去帮助有权的人呢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姓王 以前有叫王室历代中青 以前的人都有字 叫清函讲学金 对不对 就看到这个年轻人 他很有才华 可是家里很穷 他是个人才 所以他能够出讲学金 去帮助他 这个是有智慧的救度众生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将来可能做部长 也可能做文武百官 甚至可能做总理跟总统 有一天他有更高的智慧跟权力的时候 他会救度很多很多的众生 是不是可以告诉你真话 我以前没有学活之前 我也是从小呢 很苦过 我也得过很多清函讲学金的 因为我是很认真愿意学习的孩子 但是我们家是比较贫穷 比较没有福报的 所以我感恩过 从小很多都播过给我们讲学金的 那今天我出国留学 也是全世界东南亚的联友 供养我的 所以当我有一天 能够帮助后面的人的时候 我也应该要去栽培后面的人 所以慈悲先要有智慧 这是我要讲的 再看幻灯片 怨恨 就是我们可能呢 今天听了佛法很感动有慈悲 明天呢发了脾气的时候 慈悲就不见了 答案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人嘛 可是你要想 为什么我今天有慈悲 明天碰到障碍的时候 我就没有慈悲呢 那表示我们的慈悲不够圆满 我们的慈悲呢 会因为时间跟空间而打断 所以我们没办法像观音菩萨这么自在 那我们要学普贤菩萨 各位读普贤行愿品之道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验 菩萨在梦中做梦的时候 都是帮助众生的 很不容易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碰到一点困难 就很容易退道心的 所以我提醒一下 再讲一遍 虽然讲显密原用观音法 其实你是要修三个菩萨的怨恨 跟功德的 大智文出失利菩萨 大恨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恨普贤王菩萨 接下来再看下一张 你很少看到的照片 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 旁边有八大菩萨 西藏佛教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那这八大菩萨里面 待会有一个叫做除盖障菩萨 这是一位佛友 我跟他去尼泊尔朝圣的时候 他买的汤卡是用黄金粉画 最后他很慈悲供养我 让我拍照 这一幅非常非常贵 贵到要你一个月的生活费 心币 接下来再看 感谢新加坡菩提供这张照片 除盖障菩萨 所谓除盖障顾名思义 就是希望我们修行 除掉所有一切的障碍 还有盖住我们心的 种种的无名 愚痴都盖住了我们发心 这所有的障碍 就像盖子一样盖起来 除盖障就是把盖子给打开 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在家里堵热开水 你就要有盖子 对不对 如果不盖子的话 那那个水蒸汽就会跑掉 而且这个温度就没有办法 煮到一百度 假如呢 你还有那个响灵的 那个提醒你 有时候 连有很忙的时候 怕你煮开水 煮过头 所以你要有盖子 嗶 它就会叫的声音 除盖障 就是把你所有的障碍 就像盖子一样 把它除去 所以顾名思义 叫除盖障菩萨 好 请看 二三十六页 第二十五行 几二 神便破除邪见 问曰 更一 十除盖障菩萨 站起来 和掌问 释迦摩尼佛 世尊 我听到 观世音菩萨 功德啊 非常广大无边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他可以有这么大的功德力呢 当释迦摩尼佛讲这个经啊 大乘庄严保王经的时候 与会有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都在听佛讲经 每个人都是 生生世世在修行的 他就问 为什么在与会大众啊 这尊观世音菩萨 特别的庄严 连释迦摩尼佛 你都赞叹他呢 微神功德 其事云合呢 好 现在请看幻灯片 有个问题来了 Q&A 你写在旁边 邪见 佛用神变力 破除了外道邪见 什么叫做邪见 邪见从哪里来 有些佛友很想修行 但是呢 他修行的时候 不一定听到到真正的正法 举个例子 在台湾 我先讲台湾的例子 因为台湾师父比较熟 新加坡也有很多类似的 比如说他现在呢 碰到生老病死苦 突然他家里有人过世了 我生病了 然后呢 他就批评到人家来帮助他 帮助他 他当然很感谢 接下来他就会思考生命的问题 对不对 台湾有很多CEO 董事长或总裁 赚了一辈子的钱 当他大病一场的时候 他也觉得人生很苦 那他的朋友也会帮助他 那他的朋友也会帮助他 可能也有佛教 有道教 有一贯道 接下来也可能基督教 天主教的好朋友帮助他 帮助他以后呢 当然他很感恩 感恩所有的朋友感谢 接下来他就会想 为什么 生命这么苦啊 我总是要解决 这个答案吧 就算我赚见了全世界的钱 是台湾的首付 或是前一二名的 这些钱还是救不了我的命啊 那为什么 我真认真 结果晚年还会得到 这么多的病痛呢 小些人第一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得到了肝癌 他就会捐钱出来 做一个肝癌研究基金会 希望全天下的人呢 都能够不要再得到肝病 现在全世界人很辛苦 在台湾排行榜 第一名是心脏病 第二名是肿瘤 第三名是肝癌 所以各位年轻人 不要熬夜 你现在年轻呢 晚上呢去夜店跳 蹦恰恰恰恰恰恰恰 很开心 到老的时候你就 哎呦糟糕了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都要洗肾 而且肝都overwork 肝硬化 突然一暴毙就走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会有 很大的打击跟震撼 那有福报的人 他可能捐钱出来 我成立一个叫 阿甘癌基金会 研究各种中国中药 西药 全世界的药方 来帮助天下的人 甚至他做医药布施 很好 可是如果没有钱的人呢 那怎么办 他就开始会去找 找去算命的 补挂的 看三十英国的 然后呢 找各种奇奇怪怪的 其实他内心 只是一个恐惧跟不安 那这个时候 他很想解决自己的问题 尤其有些孝顺的 儿子女儿 碰到爸爸妈妈 发生了特殊的疾病的时候 他是想尽各种办法 都想救爸爸妈妈的命 这时候注意听 因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的业力 就像大海的海浪一样 就会产生 这时候要小心 也会产生 遇到外道邪见 所以我问 外道邪见从哪里来 请看下面 补充资料 我知道有些人要抄 师父呢 就把它放出来 这是讲义上没有的 你可以专心听 你也可以抄 关键字就可以 因为我们有全程录影 邪见从哪里来 第一个 自己的无名与愚痴 举个例子 你啊 碰到呢 你爸爸妈妈生病 或是你得了癌症 人家就跟你讲 哦 夭壽哦 你就是吃菜啊 吃到 你脸都是菜色很多啊 你啊 现在要补一下 我告诉你 我有个特别的药方 你就是要杀满蛇 而且要炖鸡肉来吃 这时候你就会挣扎 我到底现在是要吃呢 还是不吃 你真的会挣扎 你不要骗我 每个人其实都挣扎过 你就会考虑 我现在要吗 假如你是正经佛教徒的话 你死了 也不会去杀众生的 这就是你的菩萨界 有人说 哎呀 没关系啦 随缘 新加坡佛也很喜欢 用随缘这两个字 还有看因缘 对不对 看到最后都没有缘 你怎么看这么久呢 那你要想 假如我要杀掉两个众生的生命 我才能活下去 你觉得意义值得吗 好 那假如正确来说 你吃了这个鸡 跟这个所谓的蛇肉 结果幸运的话 你刚好活过来 那万一又没有了呢 那不是白杀了吗 而且你还杀了两个众生的业 我告诉你 你的病会更严重 可是世间人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有人跟你说 哎呀 我告诉你 你八字有冲到啦 你祖上祖先坟墓没有做得很好 你要修坟 你看你又开始执着了 对不对 新加坡 然后呢 很多人现在也不一定有拜祖先啦 对不对 那新加坡人也很多人是火化啦 新加坡的土地有限啦 那请问你祖先的坟墓在哪里 答案没有 在天空中 接下来人家又跟你讲 哎呀 我告诉你 你今天 这生会这么坎坷 就是因为你没有拜祖先 你祖先不高兴 然后你又开始心慌了 那请问 你真的呢 打过电话问过你祖先吗 哈喽 你有没有非常生气啊 阿公阿嬷你在天上了 其实我对你很好 其实你也没有这样做过吧 好 师父讲了这么多是什么 其实你都是生活在一团雾水中 你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这么辛苦 我病痛这么多 假如你在佛在世的话 你会有福报 你可以亲自问佛陀 为什么 因为佛陀是证悟一切究竟智慧的人 他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 你去看阿含经 看大乘经论 很多人去见了佛陀 佛陀因为他说法 他就解决了疑惑 所以真正的善知识 不是帮助你更多的疑惑 是应该解除你的疑惑 这才是善知识 那因为你没办法解除疑惑 所以你总是心不甘心 就要去看一下 三世因果 跳挡的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甚至做一些补挂的 然后呢 你要去拜司马路观音庙 那还不错 因为那是准提菩萨 你还好是拜对人 那你会拜错呢 所以其实我们当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情绪 跟无名跟愚痴啊 所蒙蔽了 所以你就会产生错误的见解 举一个例子 很不幸的 这半年来 师父的精神也不太好 其中有一个连友呢 曾经跟我学佛师五六年 没关系 他将来也会听到这个DVD 他也好好想一想 他也跟我去了很多圣地 也很认真的学习佛法 他是医护人员 可是呢 他现在呢 总觉得佛教很大的压力 他曾经问过我 师父佛教为什么那么辛苦 基督教天主教 一部圣经就解决了 对不对 我们佛教这么多经论 他呢 要做医护人员 半夜呢 要轮三班制 有时候熬夜很辛苦 白天呢 他连呢 念普闲行愿品的 力气都没有了 可是他心非常好 他在安宁辽故呢 帮助了很多 阿公阿嬷 甚至把自己的 专业知识关心人 他真的非常好 他照顾了很多很多人 可是呢 他一听到呢 师父佛法 又要念三千步普闲行愿品 他就把我的照片 给盖起来了 师父我不认识你 那每次我要回国呢 其实他都很紧张 我要去接师父呢 我很想师父 但是我看到师父 又怕师父 你念完功课了没有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呢 又听到呢 修金刚称要大礼拜 哎呦 一拜下去 他就睡着了 就躺在那里 所以我发现 很多人觉得 学佛很辛苦 是因为你会觉得 修行是另外一种压力 你白天做工 已经很辛苦 辛苦了回来 做什么 师父教你一个方法 这也是大宝法王教的 对吗 回到家里 你最喜欢什么 床 对不对 放你喜欢的音乐 你要放什么音乐都可以 不要放太刺激的 也不要太快的 你放慢一点的 你也可以放六支大名舟 跟阿弥陀佛 就这样 全身躺下去 躺五分钟到十分钟 这样就可以 假如你睡着的话 那你就睡觉吧 明天早上起来再念经 因为你太累了 假如你躺下去以后 十分钟精神起来了 那冲个凉 吃个点心或晚餐 就可以念经了 先不要给我看歌仔戏 拜托 阿弥陀佛 好不好 拜托拜托各位 我看各位 下次把你的电视 全部布施出去好了 这样你会早日成佛一点 对不起 虽然是开玩笑 不过是蛮真实的 对不对 对啊 你都这样看电视 看电视 看看看看 看完了以后 就睡着了 然后对啊 普行行愿皮又忘记了 你为什么不先念呢 念完以后再去看嘛 对不对 所以 后来呢 他因为过度的压力 其实我们今生的联友 继续帮助他 关怀他 大家其实做工都很辛苦 到最后呢 他觉得佛教给他 很大的压力 就变成基督徒了 就变成阿们了 哈雷路亚哦 对啊 没有关系 师父有很多不同宗教的朋友 不过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注意听 我们人若没有 正确的善知识引导你 你是会到心的 注意听 注意听 善知识很重要 离开了善知识 就离开了法 离开了法 你就会继续轮回 我再讲一遍 离开了善知识 就离开了法 离开了法 你就会继续轮回 当然现在又有个问题来了 你不可能呢 永远跟着师父 你不可能永远跟着我 对不对 偶尔我一年来两次 大家会高兴一点 如果我每天在你面前 你也会讨厌我的 因为看久了你会腻 你不会感恩 也不会珍惜 那当然现在可以透过DVD 也可以帮助你在家里 所以希望大家要珍惜 大会新加坡 以及东南亚 全世界佛教徒 供养你的DVD 多看几遍 五遍 十遍 二十遍 对不对 所以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要用佛法来鼓励自己 第二个 也要有怜悠鼓励你 好 接下来看 常欲恶友 有些呢 看幻灯片 当你邪剑升起的时候 灵友就会跟你讲 我告诉你 我跟你非常有缘 来来来 我去见到一个很伟大的上师 听说他有那个 那个 哪个 他有通 他会帮你看一看 神通也不怎么样 我再讲一个故事 听过的专心听 其实新加坡福游 你们很虔诚 不过你们坐在这边 很多人 背后还是去看三世英国 我都知道的 对不对 举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流离王要攻占释迦国 佛陀也曾经三次出兵 在流离王要出兵三次的时候 佛陀就在路上跟他的弟子一排的坐着他 佛陀劝他放下你的真心 把流离王 对不对 释迦族过去虽然侮辱你 可是你放下真心 他说我不甘心 我从小的时候呢 被释迦族欺负 我绝对今天要报复 我发了这个愿 我不做 我死也不瞑目 佛陀说你的慈悲去哪里呢 你平常听的佛法都去哪里呢 他就说 佛陀请你让开 你不让开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看哦 佛陀劝他 他还没有办法降服他的真心 何况我们现在看不到佛呢 那真心起来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后来一次 两次 三次 最后呢 流离王呢 最后就冲啊 就过了 只有释迦牟尼佛坐在里 所有弟子都跑掉 然后就开始杀释迦族 这时候的 大木建联尊者 神通第一 他拿着一个波 就飞到 释迦族国王 赶快捡了五百个人 放起来 飞到天上去 他想救释迦族的人 结果呢 佛陀就用神通跟他说 大木建联没有用的 这释迦族逃不过这个业力的 他说不相信 你看吧 他在天上一打开波呢 五百个人全部化为浓血啊 神通是抵不过业力的 神通抵不过业力 都是佛说的 为什么你们各位 还是有些人很喜欢神通呢 而且你甚至要 上师或擅自是 显个神通给你 你才相信他吗 那表示你也不怎么高明吧 为什么神通敌不过业力呢 因为业力是会变的 你要透过修 才能够改变 神通 你问他小事情是有用 你问他大事情 还是没有用的 还是叫你吃灾 拜佛 要诵经 要做功德 那讲的跟师父都一样嘛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善知识呢 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了 很多恶友 而且更糟糕的是呢 遇到恶友以后 他会教你做一些 违反杀盗淫忘酒的事 那就会让你造更多恶业 第三个 遇到恶知识 请看幻灯片 这不在讲义里面 二知识的就是什么 他故意给你指点 指点你啊 来啊 来啊 我跟你素食有缘 然后故意先讲你的隐私 让你吓一跳 哎呦 他这个人怎么知道 我跟我老婆之间的事啊 我们没有人跟他讲过 他怎么会知道呢 然后你的思想就被控制了 注意听 注意听 现在有很多人 使用这个方法 甚至 我该不该说 甚至有些出家师傅 也用这个方法 思想控制 不可以的 我告诉你真话 我是法师 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若种这个恶因 将来我生生世世修行 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家控制 所以佛陀不会控制你 观音菩萨也不会控制你 佛陀菩萨是要 启发你 让你心中自己觉悟 所以真正的善知识 他是像老师一样 去鼓励你 但老师不会控制你 老师都希望你 念完书以后 赶快毕业往前走 有光明美好的前程 老师怎么会跟你说 我故意就是把你当掉 因为我跟你很有缘 希望你来做我的助教 永远留校查看 那你说这是好老师吗 不是吧 是不是 第四个 其他特殊的因缘 就是当你在生病当中 遇到了很多障碍 我家里的人有中风 我产生了很多 皆二连三不如意的事 你就突然遇到一个 跟你有人的高人指点你 然后呢 你就变外道了 我再讲一个 我朋友的故事 又是在台湾 师父有很多故事 跟你分享 我在台湾也有一个 很好的佛弟子 朋友她是女众 她很早以前也是住南部 她也是呢 参加林延山 妙廉老和尚的这个助念团 她也是很虔诚念阿弥陀佛 他们一家人很虔诚的念佛 后来呢我们呢 在中华佛研所成为同学了 同学以后呢 有一次她不小心来上课 骑摩托车 骑骑骑骑突然很快 哎呀一转弯 碰就跌倒了 跌倒以后她的脑筋变成 阿搭阿搭阿搭了 当然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她 她就去医院照X光 电脑扫尘 对不对 电脑扫尘 头部脑波的扫尘 断秒检查 检查了完 我们大家也会很关心她 你有没有怎么样 后来呢 她脑筋里有一点点的淤血 淤血压到神经以后呢 她就不太舒服 会头长长昏昏的 接下来呢 她一样 我们劝她念观世音菩萨 跟地藏王菩萨 可是她就不听我们的了 为什么 她说呢 因为佛菩萨这么久 都没有效的 你看 生病出现的时候 会有业障的 障碍到连你 佛法都不相信 后来呢 她也呢 他们家人很关心她 就到处帮她求神问卜啊 去那拜神啊 问三世因果 就说什么 她有什么克道啦 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人 其实她是民间宗教 鬼神教的 也是像一贯道这样的 一个女居士 自称为是 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使者 然后呢 就指点她 就告诉她 你这么做 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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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她就病好了 她就相信她了 从此以后 她就不相信佛法了 那现在我跟她谈 我要打电话给她 我要你念阿弥陀佛啊 她说我不用念了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太遥远 我是不太可能去的啦 那是大菩萨 我是很丑陋的 我去不了了 天啊 以前她是念阿弥陀佛的 很认真的 也会被阿弥陀经念 普门品的 然后呢 那我说 你现在修什么呢 她说我帮别人呢 办事 什么叫办事 注意听 这人来哦 拿个香 天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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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度众生 这就是所谓的外道邪见 这个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 《论言经》里面曾经回答 若有众生在过去听闻佛法的时候 因为遇到恶友跟恶知识 虽然在过去佛的座下听到佛法 但因为恶元生起 自己的无名跟愚痴 所以他毁谤佛法 因为谤佛法的因缘 结果他就中了 变成外道的因 所以在无量节里面要修行的时候 他碰到很苦 他很想改变 可是他一修的时候 不是碰到真正的善知识 所以他会先走到其他的宗教 甚至是外道邪见 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其实他人很好 他真的想修行 但是释迦牟尼佛就举一个例子说 误把沙当成饭 放到电锅里煮 大家知道在新加坡你要煮饭 对不对 你要洗米 把饭拿去煮 然后你一按 然后一个小时 或四十分钟 你的饭就煮好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你呢 举个比喻 眼睛蒙起来 你要走到外面去 拿沙子 你把沙子 当我以为是米 还是放在电锅里 然后你煮 那我问你 你煮一天会不会准备饭呢 绝对不会 答案你根本是拿错了 根本不是饭 那是沙子 外道邪见就像这样 师父也不客气地说 新加坡有卢顺燕的道场 有两间 他们也念 可是那个不是正法 这是我们在台湾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还是很多人跟他 还跟他 哎呀 民事指点我 其实末法时代 你遇到恶知识的很多很多 所以你要小心 要谨慎 接下来再看第五个 欢灯片 对于佛说的无量的法门 若遇到不相信的 你要给予尊重 不要诡谤 这个很重要 不要说 我现在要想学佛 可是呢 我跟那个法门不契机 比如我们讲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对不对 你说全部人都喜欢 观世音菩萨吗 也不见得 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有外国的朋友就问我 你们佛教很奇怪 怎么会有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look like a spider 像蜘蛛一样 他看起来就很恐怖 他不觉得观世音菩萨很好看 可是我觉得观音菩萨很庄严 我知道他的意思 牵手牵眼的意思 可是我外国朋友 他不喜欢观世音菩萨 他比较文殊菩萨 还有释迦牟尼佛 还有其他的菩萨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观音法门 那还是跟众生的缘 举个例子 以师父来说 虽然我弘扬很多法门 南传 辩传 藏传都讲 可是我没有公开弘扬药师法 可是我对药师佛很恭敬 也就是说 佛开无量无边的法门 我们是一个凡夫 这讲得更白点 就是要到中药里面拿药 你现在感冒了 医生给你开个药 但是你不可以说 其他的药通通都不要 其他的药你要尊重 给予保留 注意听 有两类人最容易毁谤佛法 第一个是外道种姓 毁谤佛法 第二个是佛教徒 本身没有遇到好老师 有遇到恶友恶知识 学的经论又很浅薄 所以他就修一个法 很认真修 可是放弃他的佛法 放佛法是不能出轮回的 放佛法是不能得解脱的 这个师父要讲很真诚 跟语重心长的话提醒你 你要学普贤十大院的 随喜功德 只要释迦牟尼佛的法 你都要生随喜心 比如说大赃经里面很多咒 有很多咒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有很多的法门你也不知道 所以有人在传的 除非他是写法 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假如他是正法的话 你要尊重 要给予尊重 礼敬 不相应的法 不要乱毁谤 不然毁谤的结果 你不但做不了佛菩萨 也去不了极乐世界 你不要修到最后 我跑到地狱来 等到地藏菩萨跟无毒鬼王 拿神东镜一照给你看 原来你生生世世都帮很多正法的 这一点要了解 那你说师父可能有这种人吗 有啊 法华经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在家出家 比丘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仪 有五千个人就站起来 哗啦哗啦就退洗了 佛陀说了一句话 退一加一 退了也好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听 妙法莲华经的根性啊 所以他们离开了以后 佛才开始讲妙法莲华经啊 所以法华经是功德力很大的 所以你没有修法华经的人 你也该尊重 你没有修无量寿经的人 也要给争重 同样的 假如你对金刚称没有很契机 那你也不要乱批评金刚称的上师 仁波切或拉玛 那也会有恶业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经文 更二 达约 请看心一 观音出身诸天 下面你就可以看到 观音菩萨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请看经文 释迦牟尼佛告诉与会大众 还有除盖障菩萨说 观自在菩萨 他在眼当中可以出现日跟月 在额头当中可以出现大饭天王 大自在天 肩膀可以出现大饭天王 心中可以出纳罗颜天 牙齿可以出现大便财天 口可以出现风天 肚脐可以出现地天 腹可以出水天 观自在菩萨 可以随时千百亿化身的出现各种的天种 我们从人间往上属是四天王天 接下来往上属呢 有二十八成天 然后横的呢 对不起 对二十八成天 横的呢 有三十三天 所以三十三成也二十八 天上是有很多很多天上的修行人 那观世音菩萨意思是说 他身心可以变化自在 你一定很难想象 怎么眼睛里会跑出太阳的月亮呢 然后给你看一张照片 这是我在重庆大祖石窟里面 就看到日月观音 观音菩萨的功德力 可以把太阳跟月亮捧在手里面的 那可见观音菩萨比太阳跟月亮大吧 对不对 观音菩萨他真正现身报身佛的时候 新加坡的佛友连观音菩萨的一根头发 跟一身脚上的毛啊 你都还看不到的 观音菩萨是非常广大无边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身体是可以神变自在的 所以你看到有些像准提佛母 或牵手观音 或是呢 日月观音 他手上会捧日跟月 就是这段经文 观音菩萨可以出现各种神变力 而用不同的天众的身来度众身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三十七页第四行 心恶迷邪见会迷惑众生 好 请画一个记号 我刚才说过 邪见会让你走错路的 时观自在菩萨告诉大自在天王说 辱于未来世 特别在末法时代 你会看到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友情众生里面 有些众生执着邪见 把邪见画起来 因为执着邪见 所以你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恶知识 好 在讲恶知识之前 来 我讲过一个丑陋的例子给你听 专心听 我从来没讲过的 我二十五年前学佛 我现在学佛二十三年了 我听到佛法 二十岁学佛 二十一岁我打了一次佛妻 吃到肉 我就吐了 师父二十一岁吃素 二十三 后来我去教书跟当兵